台灣的蓬國新聞網 賣給了一間 這間新海環球優寒公司 經民人今天起床記者會 這間公司不單純 這間公司不會有中國影響力來解立 台灣蓬國新聞網的新美主 已經知道是誰人 是醫師內府的創辦人 判決限百分之百 市佑的新海環球優寒公司 在九月來接手 不然就經民連在二十八載度來猶豫說 新海環球優寒公司的資本 獲只有三萬塊 這麼明顯是不夠 條早發現說 判決限 他資本需要的投資 他的資金 都是他命中 兩姓資本上海 合會人張政務 那如果張政務 他本身也是兼任 中國輸不基金 領中資本的合會人 張忠宇擔任合伙人的 這個領中資本官網 這個照片 上面有寫到 他們所涵蓋的領域呢 包含軍民融合 那但是這句話 昨天晚上 應該是已經被撤掉了 經民連主張說 同心會應該就要 退回台平的出售案 如果對這個 台灣蓬國出售的 宏妖公司 中資介入 蓬國的工會 表示說 無論是誰人來買 新的老闆應該都要來 構造全體完工的官業 現行的法制並沒有開放中資金融媒體 在這個個案中 投審會應該以中國人張忠宇 對於潘傑賢的投資有重大影響力 當地就沒有接受外來的投資 當時 中經吳妻也跟台灣蓬國出售案 無関連 中經吳妻是在2021年的時候 對領中資本 達外國來的 請作良性資本的新的平任的學會人 並沒有占國 記者 中合佩德